2019年12月19日 星期四 宇宙知识和真相觉醒之路信息 一 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往生的亲人们 作者 何玉玉于2019年12月17日 宇宙知识传达 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往生的亲人们 今天用这个议题的说明 希望在阳世间的家人们 能多帮助以往生的亲人们 因为是至亲的呼唤与规劝 对他们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当我们失去一个亲爱人的时候 那种分离感和缺失感是一时难以承受的 尤其是白法人送黑法人 那种追星之痛更无法用言语形容 因为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突然的把平常一起生活的亲人 永远分开的感受 对于长久卧病在床的亲人 自然那种痛就不会那么强烈 因为你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只是近人是等待时间的到来而已 相对的这种问题不大 亲人往生后 一般均需先待在星光界层面 他如同我们灵魂的转运站 这个星光界层面是我们三维物质世界人类才有的一个世界 这个维度环绕在我们行星地球的四周 大气层以内 它与物质世界不同 所有往生的灵魂都在那里重聚 并继续进行体验 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去体验而已 他们主要是研究自己在地球上曾经有过的行为态度 进行学习以使自己的意识能够提升得更高 告诉家人们这些 主要是为了让许多将来如果会脱离自己肉身载体 往生的人 届时不会感到害怕 我是说如果往生的话 因为将来阳生会出现许多不同的脚本 今天不谈这些 点到为止否则又离题了 星光界层面有许多层级 如果一个人在物质地球上曾经走过灵性修行之路 那他的意识就具备有某种程度的开放 他的灵魂会很快地按照自己从前的意识层次 去穿过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层面 前往自己真正该去的层面 这样一切对他来说都会容易得多 除了那些被卡在低级星光界层面的灵魂之外 其他的灵魂都是幸福的 快乐的 不再有任何病痛 甚至极其高兴能脱离地球这个物质世界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解脱 之后会有一整套轮回机制 根据灵魂在选择体验物质世界前的设定 其该所属哪个世界就会把它带往应该去的地方 如果一个灵魂轮回到四维世界的阴性世界 依据2012年的标准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能扬升至五维世界的天堂 因他们属阴性生命无法接受阳光普照 阳光的热量太强 毕竟他们是阴性生命 所以四维世界没有阳光 纵然他们拥有自由 但那里的社会不算是很健全 他们活得很苦 内心也很孤独 所以我们阳性世界的人世间一般都称他们为孤魂野鬼 所以四维世界的生命不受重视 因为大多数都是迷惑众生 在三维物质世界为阳人时没修好 没能把握住机会 所以才轮回到四维世界成为阴性生命 因此 无论往生者是呆在星光界层面 还是已轮回至四维阴性世界 我们一般对他们的供养 不管是物品 指钱或做任何的法事 他们都得不到 也不需要 因为往生者亲人们所在的世界 由于维次空间跟我们物质世界不同 我们所供养的那些食物 他们完全不需要 因为转换不了他们需要的那些阴性能量 他们当然是不会得到任何利益 同样的我们烧的名指 指钱 其实阴间世界没有贸易 没有买卖 他们也不需要货币 他们只需要能量 我们烧什么给他们都没用 只会污染环境而已 替他们做任何的法事 那些都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神圣之爱 也就是我们的孝心 爱心 关怀 祈祷等 这些善念 这些神圣之爱 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有想去救度他们 有供养他们 给到他们关爱的那颗心 不管是待在星光层面的 还是已轮回至四维阴性世界的人 请相信他们 灵魂一定能够看到并吸收得到 我们发送给他们的 奉献给他们的孝心 爱心 关怀等 圣爱的振动频率 因为我们跟他们都是 正义家族的子孙后代 对这些圣爱的能量频率 都能感知得到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种把他们 和我们连接起来的能量 这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到 转换当下生活后的新生活 肉身载体的报废 死亡 对往生的亲人来说 其实这是一种解脱 他们有时候会感到的唯一痛苦 就是看到那些 留在人世间的亲人的痛苦 因为思念 不舍 痛苦等放不下而悲伤 其实 他们会试着向人世间的亲人们 送出他的圣爱与安慰 但是 在阳性世界 人世间的亲人们没有能力感知到 也无法察觉到他们的帮助 因为阳世间的亲人们始终被禁闭 在自己的痛苦中 而无法在短时间内跳脱出来 希望家人们 尽可能地发送你的笑心 爱心等圣爱振动频率 给那些还迷失在星光层面 和四维阴间的亲人们 也就是 尚未随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修行的人 刚接上去的往生亲人们 都是由大势至菩萨启蒙教化 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道路的灵魂 这样做跟你去帮他们 做超度法会或水颤法会 所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因为重点不是那些仪式 而是你的爱心 孝心与诚心所发出的 心念的圣爱频率 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所以只有我们用爱心 孝心等圣爱来规劝 才能尽快让他们放下 人世间的一切挂碍 指引他们一条金光大道 往极乐世界修行 学习宇宙知识 极乐世界属其为世界的一个空间 学校主管是阿弥陀佛 这样他们就会比较愿意 也比较容易去找到他们生活的方向与道路 谢谢阅读 感恩您 2019年12月19日 星期四 宇宙知识和真相觉醒之路信息 2 我们平时该怎样去救人 作者 何玉玉 于2019年12月18日 宇宙知识传达 我们平时该怎样去救人 我们一般人世间的观念 救人扶伤这是医生的职责 而我们不是医生怎么救人呢 但这只是物质世界地球上的凡夫观念 在天上高维次空间的看法却不是这样 因为救人也要分不同的情况 只要他这个人是觉醒的 他有足够的正能量 哪怕他的这个肉身载体报废了 他也可以回更高的维次空间生活 所以救人 不一定只是救他的这个肉身载体 我们是灵性生命 一个人真正的自己 生命 是本心 灵魂 帮助灵魂觉醒 开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人 佛教说 一切都是空 既然都是空 代表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幻影 都是帮助我们修行的道具 肉身载体只是方便我们修行所穿载的一件衣服 就这个肉身载体就好比是帮这件衣服缝缝补补 或补个钉而已 我们是灵性生命 灵魂才是真正的自己 就一个人的灵魂才是真正的在救他的命 两者间的行为表现 所拥有的功德资量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也就是说 帮助一个人觉醒 开悟所积攒的功德正能量 是就一个肉身载体的千万倍 如果向人世间迷惑众生的观念 想尽办法行善 去积攒功德资量 那医生或那些我们看得到的大善人 不就都应该成佛菩萨了 但事实的结果并非如此 我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行善 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应该去帮助别人 去行善 而是机缘到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事实的给予他人帮助 只是量力而为即可 因为有善根 有善念 这是有爱心的根本 有爱心才会发展成大爱心 无条件的爱 只是千万不要为了表现自己的爱心 而刻意的去 行善积德 这样做就这香了 也就是为了行善 而行善 反而却变成了自己的执着 人世间的慈善团体都属于此类 所谓 为善不与人之真善也 上天只是要我们将善根 善念爱心事实真诚的展现而已 并不是要众生 行善去照告天下 这部分还需要家人们尽下心来物 且用智慧去行善 修行就是修心 是无形的东西 我就点到为止 在此必须再提醒大家 就是在地球这样的物质世界当中 身体是一个承载的载具 是协助大家渡过生死海 从此暗渡到彼岸的船只 总有一天这样的载具会服役其满 自然会解体 报废 但是在这样的载具正常的服役期间 让它能够保持健全的状态 是一个必要的行为 所以追求身体的健康要有两方面的认知 第一 这样的肉身载体中有灰飞烟灭的一天 第二 让这个身体尽可能的保持各方面的健康 是必要的 我们要觉察这样的事实 就不会被万元所生之物给迷惑了 但也不要太重视这个肉身载体 如何拿捏言语能够传达的也就是这样了 剩下的就要靠家人们自己去体会 多跟你们内在的直觉进行无声的对话 因此 当一个人得了肿瘤 癌症或一些重症 那要怎么救呢 其实这要分不同的阶段 也许看到这里 你会认为我这个人怎么那样冷血 请先别动怒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如果他的癌症已经扩散到不能救治的时候 你不管用怎样的方法 对于这个肉身载体来讲 已经无力回天了 再用尽其他方法医治 只是多增加病患的痛苦而已 其实 这种情形不管对病患或者家属来讲 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 纵使内心再怎样不舍 这却是最佳的方式 尤其 一些年纪轻轻就因为各种原因往生的人 其实这些都是灵魂自己在轮回转世前的设定 而上天指挥部门负责配合执行所造成的结果 目的是让往生者与再生者 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体验而已 如果我们能让他从内心里觉醒 并且让他散发正能量 将来他才有足够的能量扬升回到更高的天 如果他不觉醒 我们就是救他的这个肉身载体 也不会有多大的作用 因为谁能保证他这个肉身载体 还能存留在这个世上多久 无论这个肉身载体如何 之后都只看他能为这个世界散发多少正能量 为他自己积累多少功的资粮 如果他的爱心不断的提升 他的肉身载体离开这个三维物质世界的那一刻 他才有能量升回更高的天 一般人世间都会在肉身载体报废后说 他他到天上去当天使了 别傻了 那只是骗小孩子的说辞 听听就好不要当真 你若积累症能量够多 则可回天过更好的生活 若功德资粮不够 就必须再在三维世界与四维世界 阴间 继续轮回转世 是无法跳脱这个框架的 如果本身是属负能量的人 往生后会轮回到负能量的四维阴性世界 接受邪恶家族地狱与邪恶世界的历练 今天将此实情告诉大家 是要家人们明白 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改变 谁都救不了他 其实 用这种方式就是在救他 但不是救他的肉身载体 衣服 而是救他觉醒 开悟 这才是救他真正的命 他的命是什么 就是那颗真心 并不是那个肉身载体 肉身载体只不过是 每个生命 灵魂 轮回转世 在人世间当中生活 一个体验 历练过程时 所穿的一件衣服而已 只有他的真心 他自己的本我觉醒的时候 他散发出爱 关心别人 散发正能量 这也就是他能量场的转变 这才是真正的在救他 所以 救人要救他的命 命 就是真正的本我 那颗心转变了 他散发的是正能量 他能把自己由负能量的人 转变成正能量的人 将来当他这个肉身载体 报废之后 他就能回高维次空间 天堂 继续生活 就是真正到天上当天使了 谢谢阅读 感恩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